Hello,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看一下Liko的1830题,那这题呢是双周赛的最后一题,然后这题其实是比较难的,我们来看一下。 好,这题的话,大家可以看一下,就是它的题目就描述了一种变化的方式,然后就看上去是非常复杂的,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例子。 那这个例子,一开始是CBA,它变成了CAB,后来变成BCA,后来变成BAC,后来变成CAB,后来变成ABC,大家发现它好像变得慢慢的,就是字典式好像在越来越小,其实它就是把一个东西变成了它的,就是之前的那个permutation,我们最后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原来的这个输入,它在所有的permutation中,它的rank是多少。 好,那比如说这个例子,S是CDBA,那我们看一下,就第一个位置,我们可以放A和B,那如果第一个位置是A和B,那它们肯定是在这个输入之前,我们放A,放B,那有两种选择,那剩下还有四个位置,那就是排列组合,那剩下四个位置,总共就是有四的阶层次。 所以说,第一个位置放A和B,那我们总共是2乘以4的阶层,有48种。 好,那如果第一个位置是C,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位置,那第二个位置其实也可以放A和B,所以是2乘以3的阶层是有12种。 那第三个位置,第三个位置的话,我们可以放A,那就是有一种,那放完A之后剩下的就是2的阶层次,所以是两种。 那第四个位置,也可以放A,那我们最后就只有一种,最后就没了。 所以排在这个S之前呢,有48,加12,加2,加1,最后是63种。 好,那如果有重复的字母呢,之前我们那个例子是没有重复字母,所以比较简单。 如果有重复的字母呢,其实也不难,我们看一下。 第一个位置,我们可以放A和B,然后我们有三个A,有两个B,所以第一个位置放A和B,我们有五种选择。 然后接下来有七个位置,那七个位置就是permutation的话,总共就有七的阶层次。 那我们之前那么多种选择中,就五乘以七的阶层次是有一些重复的,因为我们有三个A和两个B,所以我们知道那有三的阶层乘以二的阶层次的重复。 所以如果第一个位置放A和B,去掉重复的,那么最后实际出现的应该是有五乘以七的阶层,再处于重复的,三的阶层,二的阶层相乘。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公式去推导,那接下来每个位置也可以用相同的算法去算出来。 好,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版本的答案,先定一下我们的mode是19加7,那算出我们的frequency。 那算完frequency之后,我们先提前丢得出这个阶层表,这样可以方便就提速,因为接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算相同的东西。 好,阶层表就类似于这样,这是二的阶层,这三的阶层,这四的阶层。 好,然后这是我们的答案,最后我们要retend的就这个答案。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便利每个位置了,对于每个位置我们算一下frequency sum和duplicates。 那什么是frequency sum呢?比如说对于第一个字母,它是c,那frequency sum其实就是五,就是这里的五。 然后什么是duplicates呢?duplicate就是这个三的阶层乘以二的阶层。 所以对于每个位置我便利下26个字母,就看一下,然后丢得出frequency sum和这个duplicates。 那最后当然要把这个加上我们的答案中,比如说第一个位置,那frequency sum就是五。 factorio其实就是七的阶层,然后磨上我们的19加7,最后再出于这个duplicates。 那大家可以发现,那我这里duplicates没有磨,那因为我们这里是出于duplicates,如果上面磨了的话,答案可能就会不正确了。 好,那大家也可以发现,那这肯定很容易overflow。 所以当s比较小的时候,它是可以过的,但是当s比较大的时候,这里就会overflow,所以我们这里得用mode一下。 那如果这里mode一下,那这里就变成在除法的时候mode,那答案可能就不对了,因为我们先mode再除,那答案就可能不对了。 所以我们要想,哎呀,就是在除的时候mode很麻烦,如果都是乘法就好了,那也有没有办法把除以duplicates变成一个乘法呢? 那这种解法是就是,嗯,参考了这个。 那我们看一下费码小定理,费码小定理其实就是说,假如这个p是一个素数prime number,所以对任何的integer的a,那我们就可以有这个a的p次方,是和a,就是磨p之后是相等的。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,假如我除以一个a的平方,那么就变成a的p减二次方是和a分之一是一样的,在磨p之后。 那想一下,如果a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duplicates,因为我们之前就要除以这个duplicates,那如果我们把duplicates带进去,那么就变成1除以这个duplicates, 就相当于这个duplicates的p减二次方,放摸p之后,然后p是19加7的,正好也是一个素数。 所以,我们就可以把之前的1除以duplicates,变成duplicates的p减二次方,p就是我们这点mode。 所以大家看一下,这是我们第一个版本的答案,我们这里其实除以duplicates就相当于乘以duplicates分之一。 所以这个除以duplicates就可以变化成duplicates的那个mode减二次方,最后再把最后再mode一下这个数。 好,那么这个pow减数比较好实现,就是有个wire循环,当最后位是1的时候,那我们就乘以这个a,那我们再更新一下这个a,a乘以a,模型mode。 就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,在mode中取模的一个辅助减数吧,算是。 好,那这里主要的核心就是把这个式子变成这个式子。 这样子我们就没有除法了。 这个括号应该把前面的除法也给囊括进去,因为最后的式子就是这一项再乘以这一项,所以是没有任何的除法。 好,那今天就说到这儿,谢谢大家。 好,那今天就说到这儿,谢谢大家。